今天又和大家讲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叫做创意相对论 好的创意科学家 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了相对论 推翻了由牛顿讲的绝对假设 影响了整个物理界的发展 我是文科出身的 对于相对论其实了解有限 只知道是和时间和空间有关的 这两件事不是绝对的 这个概念是要用幻想才可以理解到 就是要假设自己坐在一条光线的上面 向前面前进 爱因斯坦的八日梦最后梦想成真 我们都不知道回到未来的可能性 在何时可以实现 其实相对论的概念 亦都可以假借到其他领域 例如文学 艺术 管理 甚至创意 我觉得创意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概念 正如戴文豪迪根斯的《双城记》里 这一方面的《双城记》里 这一方面是最好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时候 这亦是最坏的时候 这亦是最坏的时候 创意充满了矛盾 正如《易经》所说的《匹极泰来》一样 创意一方面要妙想天开 天马行空 另一方面又要深入研究 实试求是 在想和行之间互相配合 其实我们身体上的器官 多数都是双素 例如双眼 双耳 双手 双脚 在我们体内的内脏 其实很多都成双成对 例如我们的肺和肾都是一对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脑都是一对 有左面亦有右面 他们都是分工合作的 左脑是负责文字 数字和逻侵 右脑是负责直觉 感情和艺术 要有创意 必须要左右开工 不能只靠一面 香港的教育到中三 大致上都是极为痛苦的 因为都是需要有个选择 是文科还是理科 文科的历史 地理 理科的法学 物理 生物等等 很多时候都不能够一起读 比较狭窄一点 所以如果学生能够多些做到 文中有理 或者理中有文 令到他的左右脑 都可以同步发展 绝对是一件好事 就好像香港有一种港式的饮品 是得天独厚的 就叫做鞭鞭 他就是把奶茶和咖啡 二合为一 既有奶茶的香滑 亦都有咖啡的浓郁 我很欣赏香港的茶餐厅的创意 因为他能够 将两样东西放在一起 达到最佳的效果 今天我所说的 是叫做创意相对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